他家巧克力的东西是真的不会让人失望 路过必须来一兜 啼湖芝士还有哈斗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煤炭村买这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啼湖芝士上面会撒了一些芝士粉 非常薄的酥皮 纯纯的芝士 快来看看这个小层次 非常扎实吸引的 只是一抿就化在嘴里了 希望他们家什么时候能出一个 应该单独的馅料买 顶部是一层巧克力的脆壳 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刷到过曾家的哈斗 奶油会比巧克力外壳稍甜一点点 它其实就像一个长的大泡锅 所以就是这个就算泡锅皮的部分吧 它就会有一点点震的 喜欢吃巧克力的这个绝对没毛病 就是可能会容易腻 芋泥奶冻卷他们家生出了很多芋泥的甜品 嗯 这个芋泥很扎实 好像没有什么甜味吧 外面的蛋糕卷的部分很柔软湿润细腻 是柔软 跟这样的冻 我觉得整体来讲这个蛋糕卷就是芋泥的存在感比较强 而且就一勺下去的话 这个芋泥会让我感受不到这个蛋糕卷的存在 没谈酒量 上次你们问我为什么没买 那我这次买了 甜甜的带一些酒味 它有点桂花的味道 奶香奶香的 表面最上层是桂花酒店的炖 下面的蛋糕部分有点像半熟芝士 就是半熟芝士它也是分两层口感的嘛 就上面会偏像芝士蛋糕 然后下面那层就又像戚风蛋糕 很好吃 怕红麻薯会爆浆的哟 咸奶油 麻薯皮会比泡芝士要更有嚼劲 这是掉了皮的乳捞蛋黄 依次去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好吃 但是 后来有了几乎就是 之后它的地位就不保了 那不是那种整颗的咸蛋黄 会有一块咸蛋黄的颗粒在心里 然后 周边就是调锅味的那种咸蛋黄 但成家里的酥皮我是真的都挺喜欢的 是软酥而且薄的那种 它加巧克力的东西是真的不会让人失望 用巧克力结个尾巴 比奶油要扎实很多 巧克力的麻薯皮 还有一些没有烤的太融化的巧克力豆 如果你们喜欢吃清爽一点的 就可以买那个煤炭酒酿 还有一个芋泥奶冻卷 喜欢为它厚重一些的都买巧克力的全系产品 但是那个皮肤知识真的挺好吃的 我建议你们都尝一尝 贝贝 贝贝